今天是圣若瑟节 这个月呢又是若瑟月 不知道我们现在 是否真的 把我们每天的生活 与教会的理念连接在一起 甚至教会 借着若瑟月 又向我们传递着什么样的信息 尤其是今年是若瑟圣 是一个天主施恩的事情 或许很多的教友 都还没有心动起来 只是把自己的信仰生活呢 当作是一个配衬 如果让天主的救恩 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就能够 在喜乐当中 经验到信仰之中的那份恩词 因为现在的生活太沉重了 现在生活的节奏 太快 快节奏 甚至现在的家庭情绪太紧张了 让我们自己 还没有得到穿袭的时候 又要面临着下一个问题 又要面临着新的考验 所以我们每天如果能够抽出片刻的时间 来聆听天主的圣言 尤其在若瑟圣月去惊下心来 酸毒教会为我们所酸毒的若瑟圣月 那么我们自己的生活必然是不一样的 不会让我们自己的心情是那么样的胶着 是那么样的容易发作 今天我们所酸毒的福音 也是路加福音 祭述了 耶稣的父母 每一年雨月节 往耶路撒冷去 在耶稣十二岁的那一年 他们又要招着惯例 去耶路撒冷过节 按犹太人的 耶路撒冷的圣殿 给分开了 因为圣殿呢 有女愿 有男人所在的庭院 甚至这些儿童们 他们没有达到成熟年龄 他们是自由的 他们穿梭于女愿 跟圣殿的殿愿 所以一般的隆重节日 父亲跟母亲不在一起 这都留下了一些空隙 节日晚了 他们都 结伴要汇聚 像我们现在 过一个节日 咱们有这样的气氛了 像圣父在小的时候 在自己的老家 圣父七雀的时候 一听到哪一个地方 有圣父 即便是三十里 五十里 国去交通不贬利 七子行车的 徒步的 都要到哪里 去干战 去往弥撒 所以那个坏经呢 也跟圣经当中 有很多相似之处 弥撒结束了以后呢 奔寸的跟奔寸的结果 又要汇到自己的家去 所以 他们在汇区的时候 省殿 耶路撒冷省殿呢 过一个大节日 你想一想 运据呢 上万人 甚至几万人 在那里过节 训练一个人 国去也没有高引拉拔 所以 很困难 他们自己就格子 对着自己家乡的方向呢 开始接队 徒步往回走 我们在今天的渡经当中 我们看到了 走了一天的路程 人越来越烧 他们也互相关照着 互相问讯着 当若瑟跟玛利亚相遇的时候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耶稣却不见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 我们自己看到 若瑟 他并没有责怪玛利亚 因为我们要知道 那个年代 犹太人是父权社会 父亲的家族当中的地位 是很崇高的 所以看到这一点 他并没有上去 就指责 玛利亚 你市值 怎么能够把耶稣 丢失了呢 他们没有互相的职责 他们只是说 我以为在你们 在你那边 跟随着你呢 当他们发现没有 他们就在自己的 亲族当中 互相的 询问 别人往回走 别人往家走 而他们呢 又要随着人群呢 逆着 回到了自己 而回到了圣殿 在第三天 他们招到了耶稣 你想一想 失去因害耶稣了 看看现在这些孩子们 他们自己特别的腕皮 他们有的时候并不是有意 要离开父母的实现 像过去贫穷年代的时候 丢孩子的现象也有 尤其是现在 到城市里边 你看 我们现在的忙碌 忙碌到了现在 现在的居实 导致让每一个父母呢 到了少 到了小学 到了中学 还要开车去解 开车去送 经济条件 允许了 有的呢 骑自行车 骑电车 在学校门口 记得水血不同 所以这个 婴儿耶稣呢 他也不是说 故意的 要刁难自己的父母 所以他们 在今天的技术当中 我们能够想想 当时的这种状况 如果现在这些父母 孩子丢失了 会怎么样呢 甚至马上都 疯狂到了一定的底部 那么让我们 每个基督徒 我们仔细想一想 当时 若瑟跟玛利亚的心情 是什么样子 他们回到圣殿 看到耶稣 坐在那些精神中间 一方面聆听他们 另一方面呢 自己也还要说出 自己的见解 凡是所有听见的人 路加给我们挤栽了 一个十二岁的小耶稣 却提前图了自己 超长的指挥 他的对答 甚至他的谦卑 都让周围的人 惊奇不知 他的母亲 一看见他 就像他说 孩子 为什么你这样 对待我们呢 这是一种 寻找后的喜乐 在喜乐的时候 说说的话 并不是一种责怪 而是一种心中的焦灼 你的父亲和我 一直担心地找你 路加在今天的读经当中 我们看到 前后的持续呢 出现了两个父亲的持续 玛利亚的问话说 你的父亲和我 在这里发言呢 按正常的推理来说 发言应该是由 若瑟发言 可是现在路加给我们 接待的是 玛利亚发言 前后的发言 体现出了 若瑟 玛利亚跟耶稣 他们的 他们在这个家庭当中 甚至在这个 救恩室当中 投露出来的这些信息 若瑟 是耶稣的养父 是圣家的守护者 所以 若瑟 以沉默 以良善 以谦卑 在圣经当中 所给予我们的 一人的形象 就是这样的 我们在今天的读经当中 我们看到 你的父亲和我 一直地担心找你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找我 你们不知道 我必须得 我父亲加利吗 不知道 在我父亲家里吗 耶稣 在那个时候 正是在 天主的圣殿当中 你像 玛利亚跟 若瑟 找到了 而耶稣 却以这样的 这样的问话 你们不知道 我必须在 我父的家里吗 耶稣 向我们所提供的信息 圣殿 就是父的家 圣殿 就是天主居住的地方 他现在 他现在在圣殿当中 是一天父 最近的一个场所 所以 他们并不明白 耶稣 说说的话 他就 同他们 下去 赖造 纳达勒 输他们 关系 他的母亲 把这一切 磨存在心中 路加 给我们记载的 没有提到 若瑟 把这一切 磨存在心中 很鲜然的 若瑟跟 玛利亚 同时听到了 耶稣的 那句话 你们不知道 我在我父家里 必须在我父的家里吗 他们更 体现出了 在救恩室当中 天主的 神妙计划 今天教会 请主 大圣 若瑟 因为 大圣若瑟 帮助耶稣 完成了 旧事大业 如果不是 大圣若瑟 聆听了 天使的训诡 着仰 聘去了 玛利亚 那么 耶稣 来到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 还没有来到 世界上的时候 恐怕早就 已经夭着 因为 马德国 我们记得 很清晰 在还没有 撑婚 以前 玛利亚 未婚 受孕的 迹象 已经 体现出来了 若瑟 因为是义人 不愿公开 羞辱他 所以就想 暗暗地 离开 这是 义人 若瑟 待人 待人 处世的 态度 尤其是 现在 身为 一家 执掌 的 父亲 我们看到 若瑟 他考虑到 家的 概念 我们 想一想 我们的家庭 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的孩子 也有 调皮 的时候 也有 叛逆 的时候 也有 脑 情绪的时候 我们 是否 也真的 尊重 他们呢 天主 派遣 我们 来管理 我们的家 我们要把 我们自己的孩子 培养成 未来 天国的 几成人 可是 现在 身为 父亲的 想一想 我们 先起 家庭的 犯索 歇起 家人的 唠叨 家也不相悔 在外边呢 喝着 小酒 搭着 麻将 对家庭 使去了 关爱 儿女们 使去了 找雇 是不是一个 合格的 父亲呢 身为 丈夫 我们 又想一想 我们的 家庭 关系 你在 妻子身上 所付出的 关系 甚至你 真的 把它当作 你自己的 另一半吗 身为 丈夫 如果 真的 尊重 自己的 妻子 家庭 就有了 幸福的 根源 如果 一个 丈夫 心中 没有 嫁 没有 妻子 这个 家庭 幸福 就 没有 技术了 所以 今天 是 尽力 大声 弱色 让我们 每个人 都应该 在大声 弱色 身上 看到我们 自己的 缩影 把最大的 利益 放在 别人身上 而自己呢 去 接受最 残酷的 事实 本身 在那个时候 我们看到 弱色 本可以 把这件事情 结识 给众人 玛利亚的 怀孕 跟我们 有丝毫的 关系 那么 玛利亚 就会 处在 威胁的 状态 所以 耶稣 来到 这个世界上 称担 九十打业 是因着 弱色的 答应 请不吝点赞